类似于这样的事多吗 她还有一个毛病 就是我一有点什么意思 我就说你这个哪方面哪方面不对 她直接就大声就吼 你啥意思 我是为了好 我真没有别的意思 她总是这样 她一吼我也就想吼 我说我没意思 我能有啥意思 这个就越吵越厉害 你当时喜欢这姑娘是因为 长相 我觉得她性 声音 因为我觉得她性格挺好 她的性格好吗 这个又有一件事 我一说你可能就明白了 就是 说说 原来在学校的时候 她跟那些男生玩得特别好 称兄道弟的 这好不叫性格好吧 这叫会玩 当时跟我在一块的时候 我也被她这一点就 觉得挺喜欢的 后来发现这一点也不好 然后就还有就是每次打电话 我说喂 喂 然后还没开始说话 她就嗨 打招呼 她学校里的人 她基本上都认识 她嗨 然后我正准备说 她嗨 又打招呼 我挂也不是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不想分 不想分开 但是你的做法都是要分的做法呀 对吧 我们稍微有点尝试的人都知道 我作为你们家的客人 我第一次来你们家 为什么要数个人家 连基本的礼貌都没有呢 我很好奇 我的第二点好奇 就是当一个人 坐了一夜的火车 舟车劳顿地 奔向到你的这个身边 陪你看电影的时候 他睡着了 你难道不应该心疼吗 为什么是一种愤怒 无助 受不了 我的第三个疑问是说 你看到的都是他的缺点 在他的身上 其实只有那一年 所谓帮你抚平了 你曾经感情的伤害 但他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了 为什么你一定要留着这个人 这是我的三点疑问 你自己考虑 男生其实我也挺好奇的 因为我绝对不相信说 一顿饭就可以颠覆一段 稳固的感情 就是因为有了这顿饭 我发现你走的是理直气壮的 我也请你考虑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过去认为的性格好 怎么到现在 就变成了性格不好 过去无话不谈的一对小情侣 为什么也就经过了 一年一地的这种折腾 就折腾到了看对方不顺眼 为什么想分手 又犹犹豫豫 犹豫不决 就为什么不能坦诚和坦率呢 这是我想到的啊 我相信老师们会看到更多 对这个解读你们会更深刻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核心问题是什么呢 最初的问题是两个不同的 原生家庭带来的两个性格迥异的年轻人 女生的爸妈都是铁饭碗嘛 事业编制的这样的家庭 从小的教育就在规则当中 在框架里面 要早睡早起 要爱惜身体吃饭的时候 不能发出声音不能抖腿 这都是学到的特别好的地方 那你有没有学到 打人不打脸 接人不接短这件事情呢 没有 你有没有学到 接别人电话的时候 要认真的和电话的那一头对话 尊重对方这件事情呢 没有 你有没有学到 和人在相处的过程当中 需要彼此为对方着想 这件事情呢 没有 我觉得你的父母 应该都是教了你的 因为在我听起来 这应该是一个很有教养的家庭 我不是说男生不好 男生的原生家庭 因为他从事的职业的关系 所以他更加地相对自由一些 他所有的事情当 都以自己的这种 舒服的状态为标准 他已经在努力地去改变 去迎合了 但是他做不到 你说的那个标准 我听到了什么 不要抖腿 吃饭不要发出声音 不要这个 不要那个 陪在我身边的时候 不要睡觉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我在台北上还看到就是 你们俩去吃火锅 对不对 然后呢 给他点这个汤也不对 点那个汤也不对 反正就是点什么都不对 那他做什么是对的呢 在你心目当中 我跟你说 女生就俩字 矫情 你就把他矫情跑了 他说的那个特别对 他说他特别特别地累 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样跟你在一起 才是好的 他在你的面前永远都是那个最不好的他 所以他不愿意去看你 而那一顿饭其实是一个导火索而已 点炸了你们这么长时间相处的一个模式 但是我认为你们两个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所以女生你如果有本事任性 那你就得有本事坚强 祝你们各自幸福 谢谢 谢谢